根据1月4日的报道 联盟第一人詹姆斯在接受媒体Uninterrupted采访时 重申想跟大儿子布朗尼一起在NBA打球 这场采访被提问的除了詹姆斯 还有詹姆斯老婆萨瓦娜 萨瓦娜被提问希望布朗尼怎么生活时 给出一个母亲最基础的回答 希望她快乐生活幸福就行 当镜头给到詹姆斯的时候 詹姆斯同样给出一个父亲该有的期待 那就是望子成龙 詹姆斯表示我希望他能在NBA出道 我想跟他一起打球 我感觉这是难以置信的时刻 詹姆斯职业生涯公开过几个梦想 包括但不仅限于超越乔丹成为历史第一人 10亿美元身价 当NBA球队老板成为没有弱点的球员 还有跟布朗尼一起打球 其他梦想詹姆斯实现得差不多了 詹姆斯还没超越乔丹 但已经被包括托马斯和皮鹏在内的多位名秀认为 已经超越乔丹 詹姆斯至少也是最接近和唯一超越乔丹的独一档历史第二 贾巴尔则认为 詹姆斯能凭借场外贡献超越历史第一人的讨论 奥尼尔表示 如果詹姆斯超越贾巴尔成为历史总得分王 那他就是超越乔丹的历史第一人 10亿美元 根据报道 詹姆斯身家已经到这个数字了 成为没有弱点的运动员 詹姆斯同样做到 他在胡人困难的时候以首发中锋的身份登场 三分头的甚至比同期库里还准 打出职业生涯最好的表现之一 詹姆斯两年前还是冠军空位 本赛季就是首发中锋 他是史上唯一没有弱点的球员 也是史上最全能的球员 还是史上最不吃配置和体系的球员 至于当NBA球队老板 那必须是退役才考虑的事情 这是规则限制 在詹姆斯现阶段的所有梦想中 跟大儿子布朗尼一起在NBA打球 是最不确定的事情 因为詹姆斯可以尽量提升自己的巅峰 他现在就在巅峰 依旧可以打出得分王 MVP和联盟第一人级别的统治力 可想要跟布朗尼一起NBA 还要看布朗尼能不能进入NBA 以及成为至少是个合格轮换 布朗尼今年正在读高三 他下半年会进入高四 这是他高中最后一年 由于NBA还不允许高中生参加选秀 所以布朗尼大概要读一年大学 他有选秀资格的年份是2024年 关于布朗尼的天赋 肯定是不如詹姆斯的 但是否能进NBA 一直有两个观点 2024年的詹姆斯会到39岁 等布朗尼出道的时候 詹姆斯接近40岁 届时的詹姆斯可能没办法 场均28分 但只要场均超过20分 他就是个首发 这样完全等得起布朗尼 现阶段 詹姆斯只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健康和状态 然后等布朗尼出道 打尾尼出道 佛尼出道 简直撸 可以选拟